大家好我是恐龙 今天呢我们要做很久没有做的战役影片 主题呢是新赛季内容的抢先看 下个赛季呢在2月23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四 会进行更新 官方呢在昨天2月17号 提前释出了一个测试伺服器的版本 那里面的内容呢就是下个赛季的更新内容 所以呢有测试伺服器资格的小伙伴呢 你就可以提前一窥究竟新赛季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系统呢做了怎么样子的更新 可以抢先去做一个体验 所以待会呢我们的影片呢 也都是用测试伺服器的内容跟大家进行分享的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下个赛季会推出的一个新的模式 名称叫全军集结 这基本上他跟一般工程战就只有一个区别而已 就在配并的部分 一般的工程战当中目前我们在进行游戏的时候 游戏前我们都会去先要有一个配兵的设定 假设我这一场带了女武神神机影 滴滴滴长枪影 进去游戏当中 整场游戏呢我都只能够用这三对兵团去进行搭配 但全军集结的模式呢 在配兵的部分呢非常不一样 开局的时候呢他只会让你带一对兵团进去 比方说开局我要带随便 我要带关领好了 那打到一半我想换兵的时候呢你去一样是去补给点 这个没变喔你去补给点你可以去换你全部兵营的所有兵 非常不一样喔 就是你可以把你全部有开出来有练出来的兵团 都可以在补给点当中进行更换喔 所以你可以更能够四身处地的去进行 比方说目前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缺了火枪 我就挑一对最适合的火枪拉出来 那如果说缺步兵你就拉步兵 以此类推喔 所以他可以更能够去依照环境所需去做配兵喔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游戏性来说呢大家的感受可能会更好 但要小心一点的就是会不会大家全部都觉得缺火枪 就拉出了15对火枪 这个可能要在内麦当中进行沟通一下 就你要换什么兵种的时候你要先跟你的队友讲一下 对以游戏性来说我觉得这个模式是蛮加分的 那他的统一值呢也是不会变的 今天假设我的官邻要换到5000银 首先你的统一值一定要够嘛 他的设定是这样子喔 我第一开始换完官邻之后 我的统一值就会变成716-315 我会剩下401的统一值 那我换的冰桶一定要比401还要小我才叫得出来 这是第一点 那假设你的冰团呢你的官邻可能 官邻有18只吗还是16只 假设你打到剩9只或是打到剩10只 没死光的话你换到女武神 那你这个官邻呢还是会存在在你的选兵栏里面 他不会被覆盖掉喔 只是呢他的消耗统一值就会变成0 就你如果说这个冰团没有被消灭到无法召唤出来 你把它换掉呢你所选过的冰团 他的统一值呢cost 就会变成是0喔 所以你还是可以去召唤你前面那一队的冰团 那他会变成一个0消耗 那第三队就是你第二队叫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 总体你已经消耗了625的统一值嘛 所以你就只剩下不到100的统一值可以去叫第三队喔 所以这个模式呢我觉得是蛮 能够让大家练一大队冰团之后觉得有用的 因为我们目前的那个状态当中 其实在打来打去大家配的冰都差不多啊 因为好用的就那几个 那有一些冰团呢他必须要在特定的场合才有用 所以大家评估完之后啊可能会发现大家其实带的冰都差不多 不过这个模式加进来之后呢我觉得就有蛮多的冰团 比方说在某些地形某些环境当中他的发挥会比较好的冰团 他们的出场的几率就会变高喔 那同时你如果说统一军魂有数量比较多一点的话 比方说你有20几颗统一军魂 你就可以呢在你觉得有用的冰团当中都塞进去喔 那你的灵活度整个战场灵活度呢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都去拉出你觉得适合的冰团 所以这个其实也蛮考验大家的数学喔 就你不要拉一拉之后呢你本来可以拉比方说三对五星兵 你可以五五结果呢你数学算错了 你突然中间插了一对没有减统一军魂的冰团 就你第三对只能够拉三星兵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去稍微做一个习惯喔 要你在拉第二对冰团第三对冰团的时候 你要去想一下你的cost的一个搭配 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新的系统也就是装备淬炼喔 装备淬炼呢你要在铁匠旁边找铁匠曝火剂 也就是我们原本在重铸的地方这里 他呢把重铸直接转换成装备淬炼喔 那点进去呢我们可以看到 你装备淬炼所需的资源喔在左边这里 那这边呢比较特别的就是淬炼之石跟亮影粉的涨幅喔 亮影粉呢我们原本比方说我们原本要重铸一个蓝色的帽子 轻甲帽他的所需大概就只需要原本的造价 因为原本你造轻甲帽可能所需的亮影粉是8 但是呢在装备淬炼这边呢他不管喔 你只要淬炼的你的所需的耗材都是一样的 所以以轻甲来说你去做装备锤炼呢你会花更多的亮影粉 那第二个就是淬炼之石 这是新的物品喔 那这物品当中呢他可以获得的途径看起来是蛮多的 美中任务跟英雄征徒就是计票那一格 然后再来就是进献物资你去升旺那一个 那我昨天有算了一下你在进献物资 就贡献物资那边可以换到的加上计票呢可以换到的 总共呢大概有一百五十五颗喔 等于说你可以去淬炼两套半左右的属性 那其他的周任务跟可能工程会掉的 这边官方还没有显示喔 所以我不确定你是打可能固程缴匪 还是打一般工程可以获得 这个可能要等新赛季出来才知道 所以看起来这个东西应该不会有那么大量的产出啊 除非说他把它挂在商城卖喔 不然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产出 所以你要去淬炼哪一些装备呢 你可能要稍微去想一下 那淬炼过跟没淬炼过的装备我们可以去做比较 左边呢我这个当前乙装备呢是有淬炼过的 右边这个是没有淬炼过的就单纯造出来而已 那他们的差别第一个耐久度就有很明显的差距喔 有淬炼过的耐久度跟没有淬炼过的耐久度多了一百 那接下来就是基底喔 在绿字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原本武器的属性当中 两个都是弧光紫色的双刀 但是有淬炼过跟没淬炼过的属性都会比较高喔 有高三十几有高七十几不等的喔 所以正常来说我们最直观的增长就是 你有淬炼过的武器基底一定会比没淬炼过的强 这就相当于说你从蓝装变成纸装 纸装变成金装的那个值的提升喔 所以简单来说你的全部装备 目前我们现在身上穿的这些装备都应该要再去淬炼一次 因为你基底一定会提升嘛 所以你淬炼一次一定会做提升 正常来说是这样子 但是你淬炼也是会遇到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把这一把没有淬炼过丢进去淬炼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淬炼的画面喔 我们中间可以看到有本次淬炼结果 53%的蓝色45%的紫色跟2%的传说 那这个就是你这次淬炼呢 他会出现的几率喔 这个几率呢他是会提高的 那他的提高跟降低 他是依照你有没有去造出传说而去做设定的喔 这边随便按一次给大家看喔 这一把催炼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未锁磁条是否继续 这边先讲一下他这次的催炼效果呢 有提供一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良心吧 比较良心的那个重铸效果 就是比方说我的武器有一个属性是我很喜欢的 我不想要把它洗掉我想要让他其他的跳到更好的地方 那我就可以把它锁住 比方说好我们锁这个切割破甲值 然后按装备催炼 这切割破甲值后面的这156的属性 他就不会消失掉 那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38的提升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你的基底都会往上调 这156后面的这个38 这是基底往上调的阶段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如果装备催炼过后 我们现在装备催炼出来的这一把是蓝色的 蓝色的武器喔 但是他的基底会比我没有催炼过的紫色的武器还要强 这里左边是1108右边是1146 所以一定要去做一次催炼 那保留一次属性之后 那右边这个比较强一点嘛 看整体属性 穿式伤害降低 穿式破甲降低 但其他都提高了 好我们选择过来 但是呢你的武器品质就会降低 那我们会看到刚才原本的传说装备呢 是2%的几率现在变3%了 等于你失败一次之后 你会加1%的几率 那当然这个几率就是其他两个降低嘛 然后去补这里 OK那我们再催炼一次 OK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次是第二次的催炼喔 这次呢基底没有提高了 你看原本的切割破甲子这边 他是没有提高的喔 所以呢全部的装备催炼呢 基底的提升只有第一次有效果 所以你不会说我一直催炼一直催炼 他的基底就涨到三千五千八千一万喔 那这个很快就变成仙霞游戏了 可能过去双刀走过去一刀砍死一个人 连技能都不用放 如果你真的没有去限制的话 所以呢这边就是跟大家讲 你的装备催炼呢只有第一次会提升基底喔 那接下来就是开始洗属性了 OK那正常来说156的切割破甲子其实是不够的啊 所以我这边先把它绑掉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是3% 这次没有提升到了 没有提升变成传说的话 他又加了1%上去 OK那我们继续往上 这是紫色的 OK那就选过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系统啊 他有一个我昨天在那边研究了一下 还没有想通的一个一点 就是在于说今天呢紫色的装备跟武器 他会出现的黄字只会有三个磁条 就紫色的只有三个 然后蓝色的是两个橘色的是四个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紫色这里 已经有四个黄色磁条了 所以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后面的 就是下个赛季 他装备磁条的规则有改 可能变得更多了 可能更随机了之类 这我不确定喔 所以重注呢还会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的磁条会变比较多 但是这个规则其实我没有掌握到 因为他变来变去其实 不太嗯他不是固定的 你看喔我们左边这边 哦这是蓝色的嘛 好这边先先保留 我们再装一次紫色紫色的 那一次紫色出来 紫色的 ok好你看这这里其实就蛮怪的 我们左边这个有淬炼过的是四个磁条 但是右边这个只有123 123 只有三个磁条而已 所以同样是紫色的 他会出四个磁条 也会出三个磁条 那那这个规律其实我还没有找出来啊 可能 呃有知道的 观众可以跟我讨论一下 我其实蛮好奇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样规律 还是单纯就是随机哦 所以这也是一个窗 嗯淬炼的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你原本的磁条呢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ok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趴数啊 他这个趴数就是你只要没有铸造出传说装备 他的几率就会一直提高 直到你铸造出传说装备 那如果说你制造出来之后呢他就会 有点类似保底哦 就是会又洗到原本的2% 防具的部分呢跟武器基本上是一样的系统哦 这边要稍微提一下淬炼过后的 装备 他会有一些攻击磁绥 就原本是没有这种 穿刺伤害跟盾伤还有切割伤害的 但在淬炼过后呢是有可能会跑出这些磁绥的哦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造防具的时候可以多多去注意到的一点哦 因为通常在防具当中我们比较去注重的就是铜玉值 所以呢你只要把铜玉值锁起来 你其他的继续往前洗 洗到一个更好的其实蛮简单的 我觉得防具这边是蛮简单的哦 所以 这边呢做一个总结 基本上呢如果说你现在有一把顶五 比方说你的双刀是什么双切 双切500 然后又加力量又加技巧 这一种的 那你可能在这个淬炼系统当中你会很难去更动啊 因为他一次只能够保留一条磁绥 所以如果你是顶五的话呢 你想要玩这个装备淬炼系统 我建议是你找一把可能切割伤害有250 然后用那种基底属性一条的下去慢慢洗 洗出一个更强的武器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不然你前面的那些耗材可能都会打水漂 如果说你直接洗顶五的话 那装备这边呢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现在目前呢我们在追求装备呢 其实就是追求铜玉值 比方说你有一个25铜玉值的装备 那你就绑着25铜玉值一直洗一直洗就好了 因为他一定会越洗让你感觉越强嘛 那有些人可能是铜玉值加生命 那你要一次保留这两个其实也没办法啦 所以老实说我觉得装备跟武器来说呢 装备可能会是你需要优先去洗的 就你保留铜玉值之后你去洗一些攻击属性 或是你去把生命洗大 这边要提一下喔 在新的系统 现在目前看起来喔 他在生命值这个栏位当中好像有在做提升喔 因为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我是有洗出700多血的喔 以前的装备我好像没有洗到超过700的 有没有600我有点忘记喔 但我的印象当中都在500多 所以其实你如果洗装备的话你就保留铜玉值 然后你去洗血量 这可能是比较好的 OK所以这就是下个赛季的装备催炼系统 那当然这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啦 有可能后面会再做提升 或是修正 就要看后面的更新喔 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符文的部分 那这里呢我会挑一些我觉得 比较有区别性的符文去做讲解 其他的呢你们可以稍微定格看一下 哪一些你比较需要想要去了解的符文喔 因为有一些变一点点有一些完全不变 那我们就不去多讲他喔 那首先我觉得最有区别的就是 弯刀跟关刀 这两把武器喔 弯刀的部分呢 他的符文变成是碎岩 原本呢他的撒歇副提升效果是增加破防的 那个能力值 原本是30%嘛 然后他好像会做一个提升 那现在呢那一刻不见了 他变成是持续时间提升一秒 那持续时间多一秒 其实就我自己在玩弯刀的感觉来讲的话 你多延长个那一秒 对于弯刀的输出来说 不会比原本那一颗来的要好 因为你贴在人家脸上输出的时间 其实没有那么长 你很需要去做位移去躲招喔 所以这一颗呢我觉得有稍微的 有稍微的弯刀 但是呢他有多新增一颗 忍越旺的位移距离提升50% 这一颗呢基本上对于这个技能来讲呢 是有一个直辨的效果 因为通常呢我们的弯刀啊在 在接招的时候就是 飞锁过去然后接沙歇附 然后接忍越旺然后再接浦砍 或者是你先忍越旺再浦砍 那或者是你走着走着走到对方脸上 直接沙歇附把对方抓起来 然后再接一个忍越旺 通常都是这个解法 但如果说你是沙歇附再接忍越旺的话 其实会有一个技能空窗期 沙歇附忍越旺砍砍砍 你的沙歇附又还没好 又不能够强控对方 然后你的忍越旺呢可能要砍三刀之后 忍越旺才会CD重置 所以会有一个空档的时间 让对方更容易跑掉 那他这次的这颗浮纹啊 忍越旺的位移距离提升了50% 其实呢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用忍越旺去做起手 因为他距离够远了 所以你可以不管你在逃跑 或是你在追人的时候 你的忍越旺更容易去砍到底人 那砍到之后呢 对方势必得交一个解控剂嘛 他解控剂交完 你再用沙歇附抓他 再砍一刀 你的忍越旺基本上又好了 又可以去做一个接招 所以这一颗我觉得对于忍越旺来说呢 是有一个直辨效果的 如果用的好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弥补掉 前面我觉得碎眼的这个nerf 所以弯刀可能是 我觉得技能组当中 比较有需要去做重新 就可能你要重运抓一下你的距离 所以这一颗呢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他的第三颗啊 基本上就是韩星说 提升伤害跟破格党 这是原本的那一颗 这不讲 那再来呢就是官刀 官刀这边呢 这个赛季的符文也改的比较多 我们可以看一下官刀的部分 第一个他是威震八方不再对 队友生效效果提升20% 这个是原本就有的嘛 这个不讲 然后第二个呢他多了一颗战症威震 就是威震八方跟怒法充关的冷却时间提升15% 这一颗看起来是不错啦 因为可以降低 这两招都可以降伤嘛 那他要降低冷却时间 所以说你的持续时间 我记得之前我在玩官刀的时候 如果说我同时再带着这两招 那基本上我的降伤啊 其实是常驻的 可能间隔就只有几秒钟而已 那如果说又加上这个冷却时间15%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整场都是有降伤的效果 所以你一直在那边吼一直在那边震 所以这一颗呢是有一点buff的 但是第三颗这是战症惊雷 官方的前冲体力消耗减少15% 当然这一颗呢也是有用的 因为原本呢官刀在输出的时候 都是会有用前冲批砍前冲批砍嘛 所以这一颗呢也是有用的 不过呢我们要去想一下 上个赛季呢官刀的霸体 跟下马给你一个多的威震八方 这两颗都不见了喔 所以以官刀的生存能力来说 就那个霸体啊 其实我觉得至少nerf蛮多的啦 至少nerf的有30%左右吧 我觉得那个霸体真的是太强势了喔 所以以这个赛季的符文看起来呢 官刀可能会有被小小nerf一下的那种感觉喔 那其他的部分基本上都没什么更动 这边就不多讲了喔 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按暂停去看一下 这些符文长什么样 那你玩的武器呢 有没有做提升或者是被nerf喔 但我觉得其他武器其实没有差太多啦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装备的部分喔 装备的部分呢 头盔这边把爆头伤害降低搬回来了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喔 这没变 那胸甲鞋子跟护腕完全都没变喔 基本上都没变 所以基本上你上个赛季怎么擦 怎么擦这个赛季你的装备就怎么擦吧 这边是没什么改变的 那这就是这个赛季的军魂系统的呈现喔 啊符文系统不是军魂系统 这就是这个赛季的军魂系统